嗨,大家吉祥如意 这次我们来做班兰潮州油果 它特别美味,可是有关视频很少 加上我添加了班兰,有点颠覆传统 细精,好像仅此一家 请一起来看看呗 首先,将150克绿豆片清水洗净 再浸泡三个小时 浸泡后的绿豆片倒入盘中 再加入一些清水,水稍微没过豆片就行 接着大火蒸40分钟 时间到,趁热将蒸过的绿豆片取出 热度高,请小心避免烫伤 趁热将绿豆片稍微捣烂即可 接着,热油锅内倒入20克的红葱片 中火油炸 带红葱片油炸至金黄色盛起 油炸过葱片的葱油,一并盛起备用 紧接着,在熄了火后的货内倒两大吃半 货源40毫升的葱油 然后再倒入捣烂后的绿豆泥 此刻炉火未开 但是货与葱油仍保有一定的热度 余温下将豆泥与葱油稍微拌匀 将60克白砂糖 1⁴小食盐 以及油炸后的葱油片一起加入 因为健康考量,此食谱只微甜 是甜的朋友还请自行调整 加入所有食材后,再将炉火起开 保持中低火,坚不停搅拌 防底部烧焦 好 一直拌炒至豆泥抱团后就能盛起 待凉后备用 冷却后的豆腺会变得更干一些 这时候预染状态是正常的 内馅完成后就开始来处理今天的果皮了 首先将取来四片斑蓝叶碱细 加入200毫升的清水一起搅拌 将过筛后的斑蓝芝煮开 此时将220克糯米粉 50克成面粉 盒半小吃盐倒入大碗中一起混匀 接着将煮至沸腾的斑蓝芝趁热倒入粉中 迅速搬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拌至半熟成的面絮后将盖子盖上焖20分钟 时间到 降温后的面絮用手搓揉会容易一些 温馨提醒 下手前还请记得将手部清洗干净 接着加入两大匙约30毫升炸葱油 葱油能让最终的成品更添加香气 慢慢地将油搓入面团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终一块柔顺兼软硬适中的面团成型 将面团与内线分成小剂 每小剂24克 此步骤可让成品更工整 后剂进行起来也不会显得手忙脚乱 完成后请盖上湿巾保湿 接着取一小精面团 拇指按个伸穴后再捏成个小窝 将一份内线置入后再封口 搓圆后再稍微按扁 在表层涂一些沾米粉即完成 一致重复至完成 此食谱完成后共18个 在表面加个小红点点缀 看起来特别讨喜 热锅内倒入食用油 油热后再将油果置入低火油炸 剑中虚翻面 这样才能均匀受热 油炸至两面微微鼓起即可 盛起滤杆油份 完成后的成品略带有斑斓的清香 表层感觉有点小酥 加上中间那小红点 瞬间有种穿越的感觉 敢请问娘娘 这是来至于膳房吗 油炸过的外皮很有嚼劲 内馅加了葱片特别好味 果然非一般潮州油果 真心建议大家一试 很快又来到尾声 谢谢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拜拜